最近两个赛季,国民用租界打法,搞定过多名强员,向上赛季,租界过来的两名球员,坎塞诺和拉贝尼亚,帮助兰黑军团打进了欧冠,虽然因为受限于财政公平政策,球队并没能留下他们,而今年夏天,国民又用同样的方法, 怒来了波利塔诺,福尔范利克和巴尔的凯塔,而随着国民开始出现复兴势头,他们也吸引了媒体相当大的关注,最近意大利媒体连续爆出国民三大撵签目标,看来了黑军团这回是不用租界大法了,赶完撵签套路了,一起来瞧瞧看热闹不怕事大,在意大利媒体爆出了哪些消息吧? 首先是来自罗马体育报的消息,国民有意在明年夏天,免费天下曼联编后为达米安,这位28岁的意大利人并不在主教练穆利尼奥未来的计划当中,根据都林体育报的消息,公民对波尔图队长埃克托埃雷拉很有兴趣,证明28岁的墨西哥中厂的合同明年夏天到期, 他的情况很符合蓝黑军团省钱的要求,而是意大利媒体足球市场的消息,巴黎圣治尔曼门将阿雷奥拉的经纪人,拉伊奥拉之前向国民推荐了这名25岁的法国门将,不过国民对于他3500万欧元的标价很犹豫, 所以决定了他的合同,一年后到期再去免费签,是不是一个比一个高级,不过这三位恐怕一个都来不了,先说达米安吧,如果他可以改打左后位,国民倒是可以考虑,但是感觉那样效果并,不好,再考虑一下这位意大利人的高工资,蓝黑军团可能真看不上他,再说巴黎拉,这位确实靠谱, 国民需要这样类型的中场球员,但一想到他是黑店出来的球员,想免费弄到手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,就算波尔图愿意放人了,国民也要面临其他球队的竞争,不给高工资,人家未必来,薪水太多了又会破坏现有的薪金结构,最后是阿雷奥拉,说实话,国民的主力门家汉达木维奇,虽然已经34岁了, 年龄是有点大,不过目前状态还是很不错的,而阿雷奥拉最近表现很不错,大巴黎肯定会和他续约,而他本人也不愿意来国民倒替不罢,而且拉伊奥拉手下的球员可是出了名的高价,就算是不用这转会费,其他费用也会一样很高,所以,有时候他便宜反而会吃大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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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